新监委抢当思域召集人。 首要任务,重新调查马英九数案。 政治中心综合报道。 前总统马英九涉及的诸多旧案,随着监察院名,时,日将通过的七个常设委员会监委名单,以及新任各委员会召集人,有望将重启调查。 监察院院会将通过七个常设委员会监委名单,并选举各委员会召集人。 根据自由时报报道,新监委可望抢下司法及预证委员会。 即此党下年改式宪案,并重新调查包括美和氏、大巨蛋、富邦寅并排北银、前检查总长黄世明泄密等涉及前总统马英九的案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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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监委只能挑上位额满的。 不过,监委最近重新登记委员会,并将在明天院会改选各委员会召集人,8月起正式运作。 不过,监委过去已一案不两查,是否将卡新监委办骂案。监委也指出,依监院内规,一案是否两查有委员会认定,待新监委掌握私语委员会后。 未来可再调查美和事本案件诸多疑点。 至于黄世明泄密案,马英九在5月被判刑后,监委也预计将找出过去委调查部分,继续追查厘清。 国民党三中党产案前总统马英九出庭。图中央社。